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这个吊杆灯入就空 也就不要前弃它吧 反正我觉得蓝色鱼真的超好卖的 毕竟紫色有时候太稀有会舍不得卖 你看我一出新东西就努力帮你们实测 希望能帮我按赞并订阅有 你们的按赞跟留言是我继续做影片的动力 有一只摇尾的 该不会又是鲫鱼吧 好的又是鲫鱼 我们来快速带过这些分鱼 哎呦又是摇尾 拜不要再起鱼了 来点别的吧 好的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这个是鲫鱼吊杆 因为它会一直突起鱼鱼 A few moments later 又是摇尾 摇尾蛮多的耶 是新的鱼 哇竟然还能钓到懒龙虾 中屋钓到一只子鱼了 后来我们就把剩下的干树钓完吧 好的钓杆中屋坏了 这次的幽灵钓杆呢 回修到1500星币 整体来说钓到紫色鱼不多 但蓝色的鱼看起来还算不错 我们来看看我钓了什么鱼吧 蓝色应该有比平常多一点了吧 希望我不是在安慰自己 好吧 这次你的鱼钓杆实测到这里结束 反正都是送的 所以不用推荐要不要买 这是用来接土用的钓杆 好了 我是小鱼 我们下次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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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